我们给大家来敲开这下面这一层实转 就可以注意到下方就是一个末地传送门房间 你有见过离地面这么新的末地传送门房间吗 这个末地传送门房间几乎差点就直接要为我们的村庄进行一个平行了 小说我新一个爱生活 在下午我是猛讯我朋友们的猛讯呢 奇葩种子系列 那本期的奇葩种子系列 是给大家来我的世界超简单的三个种子 好的首先第一个种子大家可以暂停下来 记住总字号我们创建地图 出生点呢是在一个河流的旁边 然后我们直接输一串TP指令 TP到我们想要到的一个坐标位置 可以来到一个村庄当中 这个村庄呢看似非常普通 其实最大卖点就是我们脚下这一块石砖所在的地方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敲开这下面这一层实转 就可以注意到下方就是一个末地传送门房间 你有见过离地面这么新的末地传送门房间吗 这个末地传送门房间几乎差点 就直接要与我们的村庄进行一个平行了 整个传送门房间呢 与我们的陆地镶嵌在表面 可惜就可惜在于这个整个的末地传送门 只有两个末运之眼激活 如果是全激活的状态 那这个种子可谓就是直接的神种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整个村庄还有不少这样的一个石砖 裸子的外面我们都可以一一敲开 比如我们房间后面这样的一个石砖 我们敲开以后 下方就是一个大型图书馆 大型图书馆呢有宝箱有机率 是可以开到我们的附魔术的 那么这种一个种子呢 虽然末地传送门与丽美非常的接近 但可惜在于整个的一个末地传送门 只有两个被激活了 但这个种子就完美的补去了上一个的缺点 整个种子呢是12个末地传送门 全部都被激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整个地图以后 我们直接打开聊天窗口 顺一串这样的一个TP指令 TP岛所在的这个座标 然后我们TP到以后呢 我们整个的落点是处于一个末地传送门房间里面的 而且我们正处于一个楼梯下的正中央的落点 我们走上楼梯上来看 这是我们少见的基岩版全部激活了的末地传送门种子 之前小伙伴们有一个可谓是速通必备的神像 现在基岩版终于也可以完成这一壮举了 直接用我们这样的神种 再也不用去激起我们最难激起的末地之眼了 好的那么前面两个都是末地传送门的种子 最后一个就给大家来一个资源种子 在速通当中资源是必不可学的 我们出生在一个沙漠的边缘 前方是村庄后方是个峡谷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当中的峡谷了 首先呢第一个峡谷当中就直接有一个必备资源钻石啊 有了钻石相当于得了天下 比如我们眼前这个小小的峡谷里面就拥有八颗钻石 我给大家来数一下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八颗 大家看就简简单单的一下子我们就挖到八颗钻石啊 很多很多小粉啊 可能挖个半一个小时都不一定的挖出八颗出来 然后呢把八颗钻石挖完以后 我们再输入这样的TP指令 这个TP坐标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另外一个峡谷的位置啊 其实这个峡谷离我们身边也是非常近的 但是由于方便呢我们直接TP坐标过去 TP位置锁到以后 我们映入眼帘就是在整个峡谷当中 就眼前一块钻石出来了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有五颗钻石的 然后呢转过身来五颗钻石的对角锁在的位置 这里有钻石啊 这个里面钻石更多了 这里是有八颗钻石啊 所以这里的八颗钻石加上刚刚的五颗钻石 再加上前面的八颗钻石 就是二十一颗钻石 就相当于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挖到二十一颗高效率钻石啊 那么现在飞出了整个第二个峡谷 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第一个峡谷 第一个峡谷就在我们的眼前 大家看到没有 第一个峡谷和第二个峡谷的距离非常的相近啊 如果只是孙存来说的话应该是五分钟就可以穿梭于两个峡谷的挖掘工作当中啊 那么相当于呢我们整个五分钟就可以直律间挖出来将近一套的钻石甲出来了 好的那么本期的奇葩总之吸给就到此结束啊 如果喜欢本期西葩呢 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